此前,罗志祥前女友周扬青发文分手,并曝光她多次劈腿,与多人有不正当关系。 随后罗志祥向周扬青道歉,因为人设崩塌,人气和口碑也受到影响,因此不得不暂停演艺圈的工作。 此前,这位时间管理大师透露要付出后,本月就爆出要参加花莲跨年演唱会,并且还是压轴出场,连宣传海报都在C位。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艺人,要公开表演,此举遭到当地不少家长的投诉。 主办方声称是抱着支持家人的心态,为那些在外打拼的失忆者,提供一次扬帆起航的机会。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这样的态度也难怪吴宗宪会说出台湾的社会包容度高这种话。 这位海王为了付出捞金,真可谓是大费周折。 先是到处做公益,企图重塑形象,后来罗志祥找到好友天后蔡依林,专门为其助阵。 又专门找到罗琳为其写歌词,歌词中充满了回归两个字。 搞笑的是地方领导还为罗志祥能不能参加跨年晚会这样的问题而争论, 这让刚刚经历《磊神之锤》的王力宏看到了希望。 如果罗志祥可以得到大众的原谅,重回舞台,那婚内出轨的王力宏也不是不能重回娱乐圈。 罗志祥在感情上犯了错,人品遭受质疑,这已经是道德问题,试问有几个人可以轻易接纳他。 仅仅是因为长相和才华,还有蔡依林这样的人帮助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翻篇。 而罗志祥的经纪人更表示,罗志祥收到不少晚会邀约,但依旧选择回家乡。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一厢情愿是否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投诉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态度难道还不明显吗? 说起来罗志祥的内心着实强大,他承认事情是他做的,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虽然喜不白,遭到众人抵制,也不耽误付出。 虽说罗志祥没有触犯法律,但明显已经是道德问题,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他确实已经受到惩罚,但也不是他付出的借口。 公众人物的形象需要是正面的,而罗志祥早已打上劣迹艺人的标签,就不能被一笔带过。 家长们电话投诉,各界媒体纷纷斥责,也没有办法阻挡罗志祥的付出之路。 这其中肯定有利益链存在,但对劣迹艺人一味宽容,就是对那些受害者不公平。 作为公众人物,不好好反省自己,就想着付出捞金。 罗志祥真的意识到自己错误吗? 希望其他的明星能通过这件事引以为戒,不要因为意识放纵,毁掉自己的大好前途。 希望明星都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正能量的事。